汉河帝刘兆,年有登基,制斗外戚,为何在历史上存在感不高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艾史说。 汉河帝刘兆,东汉第四位皇帝,刘兆的老爹是汉章帝,与其父汉明帝共同创造了明章之制,但是汉章帝身子骨不硬朗,31岁就挂了,留下年仅10岁的刘兆和养母窦皇后。 张和二年,88年,汉章帝去世,刘兆即位,年幼的他无法处理政事,便由养母窦太后执政。 汉河帝在位时期,科技、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,蔡伦改进了造纸术,班固,班招写了汉书,甘英初始大前。 另外,汉河帝初年斗县灭亡了北匈奴,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,故而识人称之永元之龙。 汉河帝刘兆于张和二年,公元88年,仁臣及皇帝位,四十方十岁,尊斗皇后为皇太后,改名年为永元元年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汉河帝年幼,窦太后临朝听政,她把哥哥窦县由虎奔中郎将提升为市中,掌管朝廷机密,负责发布告命,让弟弟窦赌任虎奔中郎将,统领皇帝的侍卫,弟弟窦颈,窦还军任中长将。 负责传达赵令和统领文书,这样,窦氏兄弟便都在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,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书。 外戚专权时,外戚往往都不安分,有时更是赶明目张胆地与大臣甚至皇族发生冲突,窦县就是如此。 他见窦相侯刘畅很受窦太后喜欢,怕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,竟然派刺客刺杀了刘畅,还嫁祸给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。 真相很快大白,窦太后一气之下,把窦县关在宫内,说要严厉处罚他,但也就是说说而已,窦太后根本没给哥哥治罪,还想着再如何给他洗脱罪名。 毕竟沙皇族可不是小事,他也不能毫无理由地包庇窦县,正好,这时候末北发生蝗灾,北匈奴没了粮食,大量南下,已经归附汉朝的南匈奴抵挡不住,请求东汉出兵,合击北匈奴,窦太后不顾朝臣反对,派窦县出征北匈奴,以期将功赎罪。 永元元年,89年,窦县和耿炳率军由朔方出赛,会同南匈奴缠于万鱼精锐骑兵,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,北匈奴缠于逃走,汉军乘胜追击,一直追到燕燃山,窦县乐实际功而还,永元三年,91年,耿奴又大败北匈奴。 将匈奴势力彻底赶出漠北地区,北匈奴残不惜逃,开始了民族大迁徙。 远征北匈奴胜利,窦县的钱罪在无人提及,还被升为大将军,位在三宫之上。 此外,何地还赵峰窦县为五阳侯,十亿二万户,窦县怕反响太大,辞去了风角,但不可避免的,窦市集团如日中天,气焰更加嚣张。 像什么强强民女,搭建豪宅什么的都是小儿科,窦县甚至搞起特务政治,监视刺杀什么都来,就连他的门客也敢恐吓大臣,关键是,有官部门根本不敢管。 窦太后还把大批窦士家族子弟和亲朋固友,认为朝官或地方官,从而上下勾结,专权放纵,报复打击,为所欲为,其弟弟窦井放纵奴仆,胡作非为。 甚至白天公然拦路抢劫,侮辱妇女,而有私默敢举奏,窦市为维护专权,安插了大量党羽。 因此,朝廷上下多有余父之臣与亲信,当初,何帝在长安照见窦县,朝臣甚至议论称之万岁。 上书寒冷愤怒指责李无人陈称万岁之至,才算止住了这场闹剧。 时间很快来到永元四年,九十二年,刘兆已经十四岁了,他逐渐不满于无权的生活,打算夺权。 斗士京剧,斗县等人甚至密谋想要弑君,刘兆听到风声,可见斗县等人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差,加紧谋划,可斗太后专权已久,时间又不充裕,刘兆无法接触到忠于他的大臣。 无奈,他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。 许是因为斗太后等人对宦官也有所地方,因此那些留在汉河地刘兆身边的宦官,也不像侍卫以及大臣那样,据为斗士的爪牙和党女。 当时在随士刘兆的宦官中,便有一个叫郑重的忠心之人,他不仅一心一意向着刘兆,并且本人也算是有些谋略。 就在斗士家族越来越无法无天使,这两人联手了。 然后是刘氏宗金,刘兆最信任的兄弟就是当年的太子,如今的清河王刘庆,刘庆经常出入宫廷。 刘兆和郑重商议好对策之后,采取行动之前,他想从史料中寻求相关策略以做指导,于是密令刘庆从宫外为自己找来,汉书外妻传,从中搜籍君主诛杀外妻的先例。 在谈及斗士的时候,郑重非常明确地对汉和帝刘兆说,现在我们不能光想着躲避斗士的迫害,必须得想办法将斗士外妻的势力全部灭除。 对此汉和帝刘兆可以说是举双手双脚赞成,两人经过商讨之后,决定先将斗士外妻的骨干人员斗现处理掉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刘兆最开始其实想先搞定斗太后,不过考虑到斗太后毕竟是自己名义上的母亲,如果对斗太后下手,自己的名誉肯定好不了,与其搭上自己,还不如选择势力与斗太后差不多的斗县。 此时的斗县已经打完了匈奴,并顺利接管了东汉的军权,如果能够将斗县除掉,那么军权势必会进行移交。 所以当斗县班师回朝时,刘兆不仅命人到郊外迎接,还大家犒赏,按照将士的级别各有赏赐。 此时,汉河帝的表现让斗县既感荣耀,又颇自傲,等斗县进城之后,汉河帝突然发难,将斗士集团的成员,郭举、郭皇、邓谍等人进阶逮捕入狱,不久都被诛杀。 紧接着,汉河帝下只收回斗县的大将军印寿,将其改封为冠军侯,同时勒令斗县、斗赌、斗景兄弟几人都回自己的封地去,斗士兄弟葛回封地之后,很快就收到了汉河帝让他们自裁的旨意。 一系列老练迅猛的操作,让人很难相信筹划这一切的只是一位14岁的少年。 如果让这位少年天子夺回大权后,分享一句获胜感言,他肯定会深有感触地说,独立是太有用了。 汉河帝成功夺回政权,亲政以后,刘兆每天起早贪黑,从不荒待正事,而且他为政宽缓,很有他老爸汉张帝的作风,在他的统治下,经济增长,人口暴增, 对外多次击败少数民族侵袭,对内平定境内少数民族叛乱,西北有班超大破烟旗,汉朝复制西域兜户,东北则收归辽东,至渤海郡。 同时,蔡伦改进造指数,科技文化也有不小的发展,这个时期,东汉的领土,经济,人口等都达到顶峰。 史称永元之龙 西北有西域兜户般超大破烟旗,西域降附者五十余国,东北有乌环校尉人上大破难缠鱼,将辽东收归,改为渤海郡。 汉河帝一朝,曾多次平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。 汉河帝当政时期,曾多次下诏赈灾救难,减免赴税,安置留民,物为农使,在法治上也主张宽兴。 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庭位陈宠,便是一个赋予同情心的人爱之人,每次断案都依据经典,而物从宽恕。 汉河帝对有过失之人,也能根据情况,从宽处理。 永元九年,公元九十七年,窦太后死,之前,由于宫廷谨守秘密,汉河帝为梁贵人所生的事实,始终未公开。 窦太后死后,梁家才敢奏名朝廷。 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,这时,汉河帝也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。 但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,三公上奏,请一光五处屡太后故事, 贬窦太后,尊号,不宜,合葬,先帝。 而汉河帝却念及窦太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,认为恩不忍离,义不忍亏,不应有所降储。 于是,不将尊号,是为张德皇后,而对梁贵人,宋贵人的问题也都妥善安置。 梁贵人被追封皇太后,公元108年,刘兆改元元兴,刘兆自掌权后,就勤勤恳恳地治理着国家,选贤任能,试图把以露出颓势的汉朝拉回来。 他做到了,把东汉带到了顶峰,但他本就不好的身体终于还是被繁杂的政务拖垮了。 改元童年,年仅27岁的刘兆在张德前殿去世。 刘兆驾崩之后,怕那出生仅一百天的儿子刘龙继位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商帝。 随着汉商帝继位,接连几位婴儿,少年君主登上宝座,政权相继被掌握在外戚,宦官手中。 东汉王朝江河日下,逐渐走向衰亡,东汉陷入了外戚和宦官相继掌权的混乱时期,不论哪方登场,国家都没受到半点好处。 最终,国家崩塌,群雄并起,东汉末年分三国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如同君,不 remotely偉者,よろしく恢务。 请按一下,欢迎订阅永远坐在一起。 感谢观看